各位抗官老爷好 欢迎回来 阿甘在此等候多时了 李世民想要救高增生 但也不愿意因为自己寻私情而被天下人诟病 于是在南郊碧衣书时 静坐反省 以求上天的宽恕 臣子们看到君主这样 怎么能够放任不管呢 如果因为这件事损伤龙体 国不能一日无主 那也是天下的损失 况且不能劝谨皇帝爱惜自己的身体 也是他们的过失 看着大臣们跪求自己无果后 也跪成一片 李世民也终究于心不忍 于是写了一篇《罪己诏后》 终于答应这件事到此为止 至此高增生终于也逃过一死 流放边地 而御迟静德又因为有人诬告谋反 被李世民叫到殿内质问 谁知 御迟静德竟然丝毫不为自己辩解 不是他真的犯法 而是受不了被李世民这样的 同生入死之人猜忌 看着御迟静德背上密密麻麻的伤痕 李世民顿时泪影满眶 虽然御迟静德殴打朝廷官员是事实 但是如果说他谋反 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无论是在随自己征战四方 还是同前太子的争斗 御迟静德可谓对自己忠心耿耿 况且不同于寻常的是 这些人都和自己私交深厚 不仅仅是君臣之情 可是无论怎样 御迟静德的官也算是做到头了 长孙皇后患病日渐严重 已到了卧床不起的地步 即使如此 也不忘时刻教导自己 心心念念的太子 当皇后一来 长孙无忧从来不敢有半点措施 和欲举之举 对内安抚后宫内围 故念孝体之道 为皇帝的名声尽心尽力 对外从来不干预朝政 笼络朝臣 甚至为了避免外戚干政 曾经劝阻过自己的哥哥不再为官 然而 唯一能够让他失去理智的 就是这个从小被立为太子的儿子 长孙皇后知道 要想让太子稳居储君之位 就不能有任何的措施 同时也要防止其他皇子的寄予之心 可是皇帝春秋正盛 太子要等到继承地位那天 着实不易 而这期间 若有任何的不慎 太子失去的 或许不止太子之位 甚至会搭上性命 他的伯父 前太子李建成 就是前车之鉴 所以一直以来 他不愿干涉朝政 但是对太子的事情 却不得不多说两句 在多位太医 用药无果之后 他明白自己已经病入膏肓了 他不怕死 只是放心不下自己的儿子 放不下和自己抗命深情多年的夫君 他也不愿意在他死后 铺张浪费 损耗民力 宁愿简简单单的将自己埋葬在高山之上 正在长孙皇后和李世民谈心之时 一只流石被涉入宫禁之内 本就病重的长孙皇后见死更是心急如焚 难道在他宾死之际又要经历一场宫禁动乱了吗 御林军很快出动 令李世民又惊又怒的是 射箭之人竟然正是自己向来为以重任的太子 同样看到见史上太子名字的长孙皇后 终于不堪打击 晕了过去 李世民也顾不得长孙皇后醒来 怒火中烧的他 很快就派人把太子和他的随士带到殿上一顿训斥 快打我 根本不给太子任何身边的机会 甚至贬持了太子的老师房学龄 对于李世民来说 这一场意外让他想到了玄武们的往事 在他心里 父子之情兄弟之情都是那么的脆弱 在上一次的储位之争中 哪怕是自己的亲兄弟都预置自己于死地 而父亲的放任不管 更是让他心灰意冷 所以他不允许自己的儿子 也开始有所动作 谋算皇位 谋算自己 然而在了解到太子坠马受伤后 李世民还是决定原谅这个儿子 再给他一次机会 毕竟一处可不是一件小事 轻则朝堂不闻 重则血光之灾呀 看到太子失事 魏王李太也开始蠢蠢欲动 于是在皇帝面前惺惺作态 终于得到了皇帝的允许 有了建造文学馆的权利 当然 这也少不了房玄灵的儿子 房依爱的一旁指点 实际上 魏王李太真有一些当年李世民的风范 只是有了争处的心思 这朝堂之上自然也就免不了一场 腥风血雨的诞生 由于太子的事情 李世民也逐渐开始更加看着魏王 只是皇帝对皇子太过偏爱 难免会让人猜度皇帝对于楚魏的心思 这样一来 朝臣自然就会纷纷站队 不利于朝政的统一 长宋无忌 仅仅看了房依爱一眼 就已经深觉问题重大 如果此时不劝谨皇帝 往后难免会纵容皇子 酿成大磨 只是李世民不以为然 长孙无忌也只能就此作罢 实际上 太子并没有任何的谋反之心 只是长孙皇后病重 太子担忧才设计许愿助导 谁知一个不小心就闯下如此大祸 虽然太子平日里对大臣不够敬重 又对皇帝养奉阴违 可是对自己的母亲 还是十分尊敬爱戴的 可以说 太子或许其他方面有所欠缺 但在孝涕上面绝对是无所智慧 只是如今因此受到了父亲的训斥 又因为腿伤成疾 太子威严有损 再加上自己的弟弟魏王李太 一直对皇位虎视眈眈 于是李承前心里变得更加黑暗扭曲 甚至有了报复的心思 虽然李世民自己对几个儿子严厉有加 但是对于护子心气的李世民来说 却并不允许大臣对皇子支支点点 然而在魏征的比喻之下 李世民也及时地反省过来 如果皇子们仗势欺人 大唐的结果将和随朝没有什么不同 魏征虽然并不是李世民的亲随 但是此人在李世民的智力之中 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如今处位之争也逐渐开始 魏王李太甚至有了重冠诸王的地位 这让朝臣也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位置 而长孙皇后病危 又是否能够有奇迹出现 转危为安 太子和魏王的角逐 又是否会和往日的一样 到最后手足相残的地步 李世民又是否会在太子犯错后 产生异处的念头 今天的讲解到此为止 关注阿甘 我们明天再见